快救救我 他是谁 你们认识吗 我们认识 他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位图书管理员 艾伦 图书管理员 太谢谢你们了 没想到这么晚了 这里还会有人 如果没有你们来帮忙 我恐怕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是上次要找的那些塔楼的资料吗 不 那些已经找到了 现在在找的是 这本书中记载的一种黑金石的描述信息 黑金石 黑金石 据说能吸收恶魔诅咒 是塔楼里面的一个关键道具 哦 那个资料啊 艾伦 你知道这书的资料放哪儿吗 我可是这里的图书管理员 这里有什么书我会不清楚 但是你们来错地方了 这资料是不会放在这里的 啊 为什么 书不在这里 嗯 毕竟这东西不适合对外展示 不过 还好我还在 来 跟我来 传送门 阿丽亚 科尼亚城不是禁止传送的吗 我也不知道 可能只是图书馆里的一种 特殊法术 那你说我们也不知道进去 既然他说了书在这里 还是先进去看看吧 来到了一个奇怪的房间 这里是哪儿 这里是禁书区 用来放一些不能放到外面的书 请老法师回忆过去通过 主板的运营禁书区这么一个地方 不是人哪里是法师的天堂 是进出大楼里的风险 不跟暗门有关啊 除了之后展望的世界能力 到前决定 决定才被允许进入这里 可是为什么黑金石这种资料 要放在禁书区里 这石头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那石头当然特别了 黑金石这个称呼 也只是为了掩饰它的身份 它真正的名字是 恶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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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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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石头似乎是一份古老的灰药 灰祭药 才有人帮助下年人 不快就找到其中是灰疫 嗯 保备的结果已出 所有的 所有的性能 恶魔石 这个 血儿真的必须被埋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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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 恶魔石 等等 法术中查出端倪是怎么回事 这就不是你们该了解的东西了 真要说的话 这可能涉及到了世界本身的秘密 嗯 好了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黑金石的真实身份了 我的忙也算是帮到了吧 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我不明白 为什么需要通过恶魔石才能吸附恶魔诅咒 难道别的东西都不可以吗 嗯 恶魔污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物质 他只能转移 不能消除 这是处理他们的最好的办法 可是 这说不通啊 当时塔罗的情人首席 明明是因为在控制室插入了恶魔石 才招式弹劾 也就是说 其实情人首席是无罪的 所以 当时我把那恶魔石拿下来的时候 就已经害了阿丽亚吗 又是我的错吗 外奔突然愣住了 他最后并不知道陶测就没有了 看到那种石崩奇端也曾看着你了 什么 你把石头给拿下来了 对不起 伯爵颁布了法令 任何人只要查出了和恶魔有关的任何事情 就会直接被投入大牢 伯爵是间谍 他伯爵有问题 而且当时 这也是安东尼奥大人指示我做的 我 我没法拒绝 你 那石头可是 这 算了 你们不知情也不怪罪你们了 控制室本身就有恶魔石 任何人都不应以在核心室发现恶魔石这种罪名 将别人治罪 虽然我不知道安东尼奥当时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以此罪名弹劾别人 这的确是他犯下的错误 那里的石头 是需要得到特殊保护的 不过 在没有这石头的情况下 也亏得你们能支撑这么久了 说起来 现在你手上 应该也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了吧 还真是这样吗 也真难为你了 对了 既然已经没有石头了 有件事 可能要提醒你们俩一下 后天会战的安排我已经听说了 如果没有石头 恐怕会很难开展工作 但是恶魔石的调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你们来得及在开战之前就安装好它吗 不 我们不准备用石头 有一个预备方案 我们准备两人互相替换 然后延长照射的时间 交替释放吗 但即便是这样 我估计可能两个人交替 也不足以均摊掉这份污秽 这次毕竟面对的是磨叶练习 小型的恶魔师们 要用裁决之光将其彻底摧毁的话 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等等 这位小姐 你这饰品的石头 是哪里弄到的 这 这是我家里人给的 是吗 这位小姐的饰品 我看是一块不错的石头 如果能放上去的话 应该能达到效果 达到效果 什么效果 安装到仪器上 能避免你们感染到恶魔诅咒 而且看着石头的特殊性 说不定还能帮助驱除身上的污秽 别开玩笑了 那绝对不可以 那可是妮娜父亲留给她的唯一遗物 我们会想其他办法来应付会战的 果然是这样吗 当然 刚才这个只是我的一个建议 恐怕也是最快的方法了 决定全在你们 不过 如果你们最终还是决定 通过轮换的方式 应对明天的会战的话 记得最好多找几个人 两个人是完全不够的 好了 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 你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这里对过夜的人不太友好 如果不小心在这里待过了零食 恐怕会遇到很多麻烦 记着 无论如何 在没有石头的情况下 使用时间绝对不要超过二十秒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之后的决定 就看你们了 果然还是要用这块石头 不 霓囊 这个是你父亲留给你的遗物 全不能用在这上面 可是智库长也说了 这是城里获得石头的最快方法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 那你手上的诅咒怎么办 就算现在没事 但万一哪天 伯雪又像今天会议那样追查起来了 那怎么办 一定还有其他办法 阿里亚 谢谢你 一切都会没事的 就像你的衣服被用在了施法上面 这次 也该轮到我来做些什么了 和你一样 只是用用 不是吗 决战前第二天 决战前第二天 不过阿里亚 你倒是挺厉害的 这么快就把法阵给熟悉了 哪有 只是碰巧和以前学的一个法阵 有些像而已 而且后半段那块 我也都没怎么看 那块不是有我在就行了吗 在取出这些东西上面 我可比你有经验的多 那是 之后也都要靠你了 好了好了 先回去再说 走这里吧 阿里亚 这里走近些 话说你的胆子也真够大啊 选这条路回去 也不怕遇到恶魔 这里已经没有那种东西了 你看我这饰品 一点光都没有 所以阿里亚你也别太担心了 现在这里肯定没有恶魔 一起早点回去吧 明天还有好多事情要准备呢 发光 好吧 顾且相信你一次 瞧你说的 这一路我们可一起走过好多遍了 有这么好怕的吗 嘿嘿 这可说不定啊 这不还有你在我边上吗 啊 阿里亚你好坏 竟然把我当坏人 打你哦 呀 饶命 说起来 上一次这么晚走这条路 好像还是在三年前 是啊 是 哇 好 有心暗道 结果 跳过了 好快哦 等一下重来一下 嗯 按到坑转好快哦 既然他说了树在这里 还是先进去看看吧 嗯 好了 我们到了 啊 全部被替换成黑镜 哦 发了一个名字 还真是 姑娘 和你一样 只是用用 不是吗 话说你的胆子也 这里已经 发光了 好吧 姑娘 瞧你说的 这路我们可一起走过好多遍了 有这么好怕的吗 嘿嘿 这可说不定啊 这不还有你在我边上吗 啊 阿迪亚你好坏 竟然把我当坏人 打你哦 呀 饶命 说起来 上一次这么晚走这条路 好像还是在三年前 是啊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间 我们在塔楼里服侍了 又有三年了 还记得第一次走的时候 你死活拖着我 不肯进来 想想现在 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 当时不懂事罢了 谁知道这条路看起来危险 实际上比外面大街还安全 是啊 毕竟科尼亚城都是上档次的法师 大家生活也都安逸得很 自然不会为了我们俩穷酸学生身上这点铜币 顺根半夜跑来这里抢劫的 现在可不一样了 现在可不一样了 阿里亚你都是高阶法师了 跟咱这种小法师来比 收入都差了一个级别 哪有啊 都给房租吃光了 每月能到手边的铜币也没多少 总比我强 我现在可穷的走在这巷子里 都能唤听到些叮当作响的声音 带里话说话 自己算是高阶法师 但在他们远离就是全外 远下来的外地人 老贝城都可能比他还沉 远高阶法师 按照理手册规则 必须要住在富人区里 这场开销非常巨大 等等叮当声 但是这声音莫名有些真实 嗯?怎么了?阿丽亚 尼娜被阿丽亚突如其外举动吓到五十不安的寻命而止 他轻心将尼亚拉到一旁男朋友十指卡在自己的嘴唇上 是一段是安静 尼娜 你听 这是清脆的金属撞击身在寂静的巷子里 各日清晰 那像是刀剑盾牌碰撞声音 那叫火苗石声音从 向盗的两头同时才能 糟了 难道是有人 你埋伏了 这里面不光有撞击声 还有脚步声 应该是带武器的假伙 而且还是两头包夹 奇怪了 这么晚了 谁会在这种巷子里逛 不会是来抢劫的吧 可是这城里不是应该没人会做这种事情吗 啊 又被抓了 妮娜 先别管这么多了 我们得快点找个地方躲起来 走这边 丑辞大男色明眼的长剑穿着脖子架和脚 奇怪 魔法卫队的人为什么这时候会跑这里来 而且还是两队两个方向过来 感觉就像是为了抓我们一样 我也不知道 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一样啊 该不会 是为了抓今天下午那只恶魔吧 就是抓你们两个吧 我也不清楚 我也不清楚 应该 不会这么巧吧 只有一个选项 那还要选干嘛 你们这里有看到 那两个女的吗 不知道这两个跑去哪里 不会 没来说 可能我还听见这里全部笑声呢 而且这里出口 从下午出去之后 都会惊痛住 平静有人出去 难道说 这里还有其他通道可以逃出去 我们真是这样可惜麻烦了 会不会站在被 金霞官撞骂一顿呢 那不过我们向上面申请一下 扣大一些双方法 也好 不过就是 之后这件事 可能都要麻烦你了 这些都交给我们吧 为了这座城的安全 我们绝不能让 让这恶魔物会在城里过上 事不宜扯我们快点行动吧 两队卫兵离开 之后很久 阿里亚和尼娜 才赶紧事情后 并走了出来 我们一面相聚 刚才他们说在追的那两个人 不会就是我们吧 我也不清楚 应该 不会这么巧吧 但是你看他们刚出的话 现在这点除了我们两人 我们两个还有谁 不过他们要是真是来抓我们的话 那事情可能就不太妙了 为什么 这说明下午那件事 他已经知道了 为了灭口 伯爵是真的准备要除掉我们了 什么 你相信伯爵是会做出这种事了 你既然先前您要一起遭遇 我卫兵 身上那些文章 恐怕自己不得不承认 那我们怎么办 要先回家准备准备吗 不 现在绝对不能回去 你想 如果他不知道我们去了图书馆的话 第一个会查的地方是哪 那只会是两人的家 所以 恐怕现在我们家的周围 早就被他们的人给布控了 过去就是自投罗网 你手上那诅咒还没消退 一旦被抓住 还会给他们的行动送一个大义名分 那岂不是没地方能去了 嗯 可能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现在就去塔楼 现在就去塔楼 去塔楼 阿丽亚 还记得智库长和我们说的那些话吗 那里的仪器 能帮助吸附掉我们身上的诅咒 如果能赶在他们抓到之前 处理掉你手上的那东西 那么我们也不用怕他们什么的 但塔楼那边 现在没有恶魔石啊 谁说没有了 这不还有一个吗 可是 米娜 我还是不赞成这件事 这毕竟是你父亲留给你的遗物啊 这用他的吗 阿丽亚 现在不是在乎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没得选择 你手上还有那诅咒留下来的痕迹 一旦被抓到了 我们逃都没法逃 这可是现在我们唯一的死救方法 万一连塔楼也被他们控制下来的话 那一切就都完了 走吧 快点将恶魔石放在法文里 他没有耽搁多少时间 可以按照图书馆查的资料尝试 解锁那封锁恶魔石的服装 这一夜的塔楼点灯不断闪出淡人士的光明 塔楼里两个上门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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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这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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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上的那些东西 看一遍就都给记住了 还好了 很多法阵和之前学的都挺像的 只要稍微变化一下就能使用了 所以看起来记得快 那书上记录的东西 其实很多还是挺复杂的 说起来妮娜 之前我在查书的时候 好像有看到一个东西 说是那石头被放进去之后 是不能被取出来的 一取出来 就会被这法阵给粉碎成灰 你上次取出来那时候 也是这样吗 怎么了 突然问这个 只是觉得 这毕竟是你父亲留给你的遗物 万一到时候要拿出来的话 会不会有些问题 没事了 放好之后不会有事的 你看我都没紧张过 对了你呢 那块石头 你父亲是在什么时候给你的 我们逃走之前 他没什么能留给我 就只给了我这个东西 逃走之前 可是 为什么他要给你这么危险的东西 谁知道呢 我们家毕竟没有什么爵位 也不富裕 可能这石头看上去挺漂亮的 于是就给我拿着 这很明显很奇怪啊 你呢 你不会 记恨我吧 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毕竟 都是因为我造访了你们家 才害得你们都被波及了 哪会 怎么可能记恨呢 要不是阿丽亚 我早就被恶魔给杀了 你当年不光救了我 还帮我在城里谋得一份职位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不说这些了 法证好像已经好了 时间不等人 我们快点执行下一步吧 中文刹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法阵子 我这也提醒了一下阿丽亚 他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法阵上面使指尖 运营上的光光彻底显示 有一个巨大的因素外魔物会的法阵 已经飘浮在空中 法阵已经完成 搞定了吗 然后问了一眼妮娜 这小妮娜正紧紧地落在她的石头 紧皱着眉头 妮娜 没事 不好意思 刚才想到一些以前的事情 妮娜 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 还是算了吧 你看我手上这诅咒也都快消退了 犯不着把你爹的遗物给搭进去 那怎么行 我们忙到现在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别担心 我没事 不是 不是 有恶魔 他爸爸怎么可能会有恶魔水晶 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爸爸就是恶魔 Prop 谁 穿梭 牠手 遍到了痛恥活物场 也就是他 有亚估法 这个国家不沉甲 天才 這也展現出淡然性的光影 奇怪的是阿莉亞竟然感到手上似乎有一股力量開始拉扯著原本陸著在手上的燥熱感 想起一點點抽離自己的身體 阿莉亞低頭一看只見手上詛咒的光芒症逐漸消失 而被法輪固定著惡魔石開始散發出強烈的洪光 還不由得幻智感看了以前 原來所謂惡魔石人吸不足道病至少高分有點磁瘡過 惡魔誤會複集在惡魔石上從而達到消除詛咒的效果 蠻醇將誤會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吧 明星不但抽取著自己身上的招惡 按照這個趨勢消止跟蹤蹤走斷的誤會變狂 抽取得一乾二斤 而且保護冥文是無為的奇效 現在自己明顯地感受到保護方式的石頭和自己的法力脈絡之間形成一層蛋蛋像佛魔一樣的活潑 增加了自己和思破之間的距離 皮靠俠利亞提高了一些法力視乎打破這層隊 反而就當惡魔破碎的一瞬間突然一股強大黑霧穿過的手臂直撐著他的大腦而來 皮靠俠利亞感到一陣頭疼 以前的世界開始變黑而自己的知覺也隨之時突見上司 而以後一股奇異的景象呈現在他的面前 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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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P